法医总裁插管险遭监护 怒血不孝 组额夺产 医生富有传奇色彩 被化工监誉为中国曼海姆之父的 青尚化工集团总裁陈一全 去年应病接受妻妻手术 郭敏在床行动不便 无法说话 但意识仍相当清楚 不过他的儿子陈生贵 却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 其他子女在他的同意下 找来谢信律师帮父亲打官司 强调不需要监护 法官找了医师前去访查 陈一全气得手指陈生贵 在纸上写下不消二字 表示儿子独占钱 做经理不做证悟 现金拿光 法官最后认为 陈一全能清楚表达意思 裁定驳回监护申请 结果陈生贵不服 除了提起上诉之外 还认为父亲委任谢信律师的 委任状也是伪造的 对律师提起伪造文书 诈欺等告诉 不过谢信律师强调 委任状有陈一全耐指纹 亲笔签名还经过公证 先方证办后 采信律师说法 23日将律师不起诉 动物新闻台北报导